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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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鼻子这里啊 会有一个 把你关起来的地方 把你鼻子藏起来的地方 然后 这里有一个吸管 会接到嘴巴这里 你就不用怕呼吸不到咯 好了 那这个 眼睛的部分啊 如果小朋友想画的话 你也可以帮他把眼睛画上去哦 好 好 这个头的部分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穿潜水衣了 潜水衣啊 有深蓝色的 或者是你想要重一点点的 紫色啊 咖啡色都可以 甚至是混颜色也是OK的哦 好 咕嚕咕嚕 我要把他的头包起来 好 包起来咯 包起来之后呢 就是很可爱的身体 记得我们不要画竹竿身体哦 好 手手 他要去寄信给自己 好 他在游泳 所以他的动作可以很夸张 嘿 那呢 我们呢 在 穿潜水衣的时候 手会露出来的 是不用戴手套的 好 那脚的话呢 小朋友你们有看过挖鞋吗 好 挖鞋就是这样长长的三角形 这样呢 听说啊 你游泳的时候会更快哦 好了 就像鱼衣吧一样 好 我的潜水人画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多画几个朋友一起也可以 好 他要寄信 拿着一个信 长方形的信 上面画一个爱心 上面画一个爱心 好 那油桶呢 就是我们丢进去的地方了 那个是长得像海马的一个油桶 嗯 小朋友你们有看过海马吗 画给你们看哦 那至于什么颜色呢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好不好 不一定要跟真正的一样 那海马怎么画海马呢 有个头头 加尖尖的头头 然后有一个大大的嘟嘟 好了吗 然后有个弯弯的尾巴 啾啾 还有鳍 还有头发 好了 这里 帮他打开 眼睛 小咪咪 好了 好了 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涂颜色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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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就不涂了 我想要粉红色跟红色混颜色的海马 好 这个是丢信进去的哦 所以我就不要 涂颜色了 可以混颜色哦 海马呢 海马呢 为什么叫海马呢 因为啊 他的脸长得跟马有点像 但是海马啊 都长得小小的 没有像真的马一样 那么的大 所以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哦 好的 好了之后呢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在这个洞洞这里 涂一下颜色 给我的海马长可爱的眼睛 下一个 好 用你们自己可爱的方式 画这个海马 那呢 这海马呢 它们呢 会长在一些石头上面 好 就随便的画一下石头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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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涂满满也没关系 因为海底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颜色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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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有的长得像这样爆炸头的吸管啊 也有的呢 长得像手一样 很像海草 或者是海草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颜色 好 那还有什么样子的呢 绿色也会有哦 有的长得像香菇一样 画给大家看 我之前呢 去浮浅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个长得跟大香菇一样的珊瑚 好酷哦 长得像大香菇 然后上面长满的小洞洞 好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画的哦 那有一些珊瑚啊 它长得像一棵树一样 好漂亮 我们来帮它画一个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树枝 像这样子 好 像这样子哦 很多树这样子 好小朋友可以发挥你的想像力哦 怎么样画都可以 乱长就好 不要这样直直一根呆呆的 那呢 每一个珊瑚啊 或海草 它们就不是只有一个颜色 它可能会有很多颜色 比如说它这个珊瑚的树枝呢 会长不一样颜色出来 或者是呢 它这里会长一些小泡泡 在这上面 都可以画的哦 然后呢 这里你可以画一些海草 海草 不是每一只都长得跟S一样 它可以长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一片 这样子哦 好我们可以让海草多一点颜色 淺绿色也来 深绿色也来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画的哦 那粉红色或红色的海草 当然也是没问题啊 小朋友可以 喜欢什么颜色 我们就用什么颜色 好 那呢 海底啊 不会是只有一个油桶 跟一个潜水的人 它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小鱼 跟它在游泳 那因为绿岛那里呢 有一点热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条纹的热带鱼 那怎么画呢 很简单 你只要画很多很多的三角形 到时候教你们哦 有个小技巧 好 你可以画亮的颜色 比如说黄色 或者是橘色 长方形 三角形 橘圆形 橘圆形 的都可以 好 这些颜色都可以 自己想看看 你要用什么形状 就用什么形状哦 好了之后呢 我們可以幫他加尾巴 這蠟筆用久 如果你太用力斷掉了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貼起來了 那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再纏一次膠帶就好 其實Rumbo講過啦 蠟筆斷掉沒有關係 好好了之後呢 就很簡單囉 每一條魚啊 你都可以幫他加一條一條的 熱帶魚身上啊 熱帶的魚身上很多都是這樣條紋 你只要給他淺的身體 那身上的條紋呢 選深的顏色 不同的組合會有不一樣的配色效果 小朋友可以試試看喔 這些都是可以用的喔 好 如果呢 有厲害的小朋友你要畫海龜也可以 那剩下的呢 我們可以來畫泡泡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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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你可以用白色畫 好 也可以用黃色畫 也可以用粉紅色畫 淺的顏色都可以喔 好 輕輕的畫就可以了 讓我們的海裡面變得很漂亮 很豐富 那如果你覺得底下還空空燈啊 你甚至可以畫章魚在這裡 躲一隻大大的章魚在海草裡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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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眼睛 還有他的八隻腳 一隻 再偷摸珊瑚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他也想要偷拿人家的信 都可以的喔 好 那呢 厲害的小朋友 可以幫他加一點點 索索上面的吸盤 好 登登登登 非常可愛的浮潛完成了 我們先用噴嘴器 把紫白色的地方先噴個絲搭搭的 好 小朋友 我們年紀還小 為了怕你們噴的到處都是 我們呢 就瞄準紙的中間噴就好了 旁邊就沒關係了 等一下畫一畫會溜出去 好了之後 拿出烤肉刷 這個刮一刮 然後直接沾一點點藍色 開始塗 直接塗上去 這樣水很多 他就會自己暈開來囉 不用一直補水彩喔 我們就是 沾一下 塗到真的完全塗不出來之後 再加顏色 再加一次 真的塗不出來才加喔 不能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的話呢 這樣子我們用蠟筆畫的 就會被蓋住了 好 塗塗塗 塗塗塗 好 那剛剛說要混顏色 我們可以沾一點點的紫色 好 沾紫色 好 不用太多喔 太多的話就會 太醜囉 OK 好了 之後趁現在濕濕的 最後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塑膠袋啦 要怎麼樣呢 趁這張紫還沒有乾的時候 好 我們就放上去 然後呢 抓一抓 趁它濕濕的時候 抓一抓 抓出一個重巴巴 一塊一塊 像冰塊的感覺就好囉 好 濕大大的地方放上去 抓一抓 讓它抓得皺巴巴的 好 這裡也是一樣 抓上去 抓一抓喔 讓它有一點點氣泡更好玩 看你們家有幾個袋子都可以用 好 抓好之後呢 大概等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就可以囉 大時候我們來看看 塑膠袋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好了 我們呢 現在已經等到它乾了 接下來是見證奇蹟的時候囉 嘻嘻嘻嘻嘻 我們來把塑膠袋一個 兩個 你看好漂亮喔 三個 四個 五個 五個 登登登登 塑膠袋 塑膠袋撥開來之後呢 就會有很自然的水波紋 像把它們放在冰塊裡一樣 很漂亮吧 小朋友 這些塑膠袋都是可以重複利用的喔 千萬不要馬上丟掉 就算拿來畫畫也很好玩喔 大家趕快在家裡試試看吧 防漆 NF9 2 3 2 3 2 2 3 4